HELLO 大家好 我是茉莉 茉莉今天要分享的是纏绕画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星月的纏绕画 那我今天首次用电脑绘图跟大家分享喔 希望待会大家看了会喜欢 首先选择一张纏绕的画纸 在画纸上面点上四个边框 那四个边框你可以画直的 或者是用韵绿的方式把它画起来 那我今天选择的是韵绿 那画好边框之后呢 我们在边框的旁边画上半月形 就好像是月亮一样 那我们就慢慢的画 那它有大有小 那间隔呢自己取 要宽一点或者是窄一点自己去选择 没有一定的局限 纏绕没有对跟错 只要自己喜欢看起来舒适就好了 那我现在第一个半圆画好了 我现在要画第二个半圆 就跟我们赏月一样 有初一初二 那初三初四初五 它的月亮呢会越来越大 所以我现在呢就慢慢的画到初二 那我们缠绕呢只要一支笔 跟一张纸就可以画了 那我们在画缠绕的时候呢 不需要用到橡皮擦 画错也没有关系 它会形成不一样的美 那画到交错点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错开 错开 就像堆叠的 我现在再画到初三了 到这边的时候我一样堆叠上去 画上来 那记得呢 画缠绕的时候呢 纸张旋转是非常重要的哦 它在旋转纸张的时候呢 你在画的时候呢 手比较不会吃力 那画起来也会比较顺 那我现在开始慢慢的堆叠 有没有看起来很像蜘蛛网 那我们缠绕呢 是一个非常尽心疗愈的一个画作 那每一个创作呢都会不一样 你在创作的过程中呢 你可以把它写上日期 你会发现你每一次的创作 都会呈现不一样 而且呢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慢慢的堆叠到最后呢 最后的边框 我们就把它涂上黑色 把它涂上黑色 要在初一的地方 再慢慢的把它画上一个半圆 画上一个半圆 那等一下我们要在这个半圆的里面呢 一样把它涂黑 让它形成一个立体状 慢慢的涂 一样在初一里面的 画上一个小小的边框 初一 慢慢的画 画上一个半圆 所有的动作都是慢慢的 画好之后 在框框里面把它涂黑 每一个都把它涂黑 那我们放上一个清音乐呢 就可以慢慢的创作 每一次的创作呢 都会不一样 呈现的效果呢 也会让你意想不到 你会发现呢 缠绕呢很好玩 那我们出去户外的时候呢 也可以做这样子的动作 让它每一个的呈现呢 都会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都慢慢的把它涂 每一个都慢慢的把它涂 那当这一幅画呢 不管是刮在自己的枪皮上 或者是送给朋友 当做一个创意小品 写上祝福的话 都是非常美的创作哦 那今天我的缠绕画 心悦就分享到这边 希望你会喜欢 拜拜